100块在上海能喝多少酒 今天我们来实地测试一下 好久没有看到过真的值地了 我也是 我是从去年我的红包里抽出来一张 这样会不会显得我比较有钱一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斤万的Sofia 都说上海人有自己的汇率 确实也这么觉得 然后我们平时也经常去上海喝不同的酒吧 得到的最多的一个评论就是 现在酒吧怎么都这么贵 于是我们今天要来做一点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测试一下 100块钱在上海到底能喝到多少酒 能不能喝醉 这里做个小调查 平时在外面喝酒 你觉得一杯多少钱比较合适 可以打来弹幕上 那我们今天100块钱 是要追求质量还是数量呢 追求质量的话 可能只能喝个五分之四杯吧 开始拍立刻就回家了 但是如果纯追求数量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什么海伦斯 那种很便宜的酒 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就挑战去三家不同的酒吧 去一家金酱酒吧 一家鸡尾酒酒吧 还有一家威士忌吧 这三家店都是我们提前看了一下 觉得比较有性价比的 但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去过 三家店加起来总共花100块钱 去喝这么多不同的酒 应该可以的 是一个不可能挑战 可以的 在这边可以净猜一下 你觉得100块钱在上海能喝几杯酒 欢迎来弹幕上 我们走吧 OK那我们今天第一家来到的店呢 就是这家专门喝金酱的八品托 据说上海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喝啤酒的地方 也有点年代感 来莫巴品托的小伙伴可以打个医药 打工人下班的回魂酒 上班把魂都上没了 这边旁边是那个Cheers Burger 就之前很网红的那一家 然后旁边都是漂亮的小姐姐 然后我们像大叔一样在这边喝啤酒 整个店面并不大 而且东西的摆放其实都比较随意 能看出来这个店是有点黏头了 所以有种融入社区的生活感 这边有一整页的金酿酒单 然后这边也会供应一些鸡尾酒啊软饮 他们的酒其实都不是很贵 包括吃的其实都没有超过100块钱的 跟这条路上其他的物价格格不入啊 当然作为新时代打工人 我们怎么可能按照酒单的价格点酒呢 必须是掏出手机大众点评看券啊 大家也是不是绝对会看一眼大众点评 看看有没有券啊 我都会看 绝对的绝对的必须要省钱 不然这是哪来的呢 他们有一个白月光比利时小卖12块9买 其实八品托跟公共商店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们这边基本上是以酒头打出来的为主 所以主打一个新鲜度 谢谢 好 我们下来喝一下 下班来上这么一口真的是打工人的治愈 13块还有什么自行车 要比较清淡嘛 那也不可能给你一个非常贵的 或者风味很厉害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清清淡淡的白皮 我觉得很好 哎呀 它比较平价的店就有一个问题说不出来什么 我刚刚多嘴问了他们 他们这边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个 他们说是那个老司机IPA 然后看我渴求的眼神 他们问我要不要尝一点 我说嗯 不算那100块里面 是我凭个人魅力要导的 不是因为我们拿着相机 真的是我们问了一句 然后就有 其实很多酒吧都是问一句就会有 真的 可以尝一下味道 嗯好的 现在来喝我白条的酒吧 刚刚说是一杯 结果他们给了我两杯来尝 我觉得第一杯是个人魅力 第二杯可能就是感谢相机 来尝一下 哇这个很好喝 蓝莓和酸的感觉非常的突出 然后这个就是非常纯 这个IPA的感觉 浓郁的麦香 但是又不会显得特别的重 还挺轻盈的整体 嗯 今天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 我感觉 我也觉得 12块9 谁能想到呢 不错不错真不错 可能是把这个100块放在这儿有财神保佑吧 OK 不知道大家给第一家八瓶托打几分呢 欢迎把1到5分打在弹幕上 坦白来说 做这么多酒类的视频 啤酒是我唯一一个 我真的是不经常喝的品类 所以大家如果有比较了解啤酒的 也可以说一下你的见解 我反正觉得这边气氛轻松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社区恋的感觉 不知道别的怎么样 因为现在都是加盟的 不知道品控做的怎么样 Anyway 那我们去下一家 再去下一家的店的路上 现在我们来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 现在0到10分喝到几分了 5年5 感觉啥都没喝 但是喝啤酒很饱 OK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第二家店呢 The Drinkery 这家算什么风格啊 红灯去风 红灯去风 这是能说的吗 他们家其实在上海开了蛮多年了 酒一般般 但是性价比高 不是那种劲拔 反而是那种比较欢快的 然后晚上会有很多人 站在吧台喝酒的那种 pop一样的感觉 一人的天堂 挨人的地狱那种感觉 看到最多的就是说 他们的乔友诗非常非常帅 我没有去过 所以我也想看乔友诗 到底有多帅 能有多帅呢 哇 这个沙发也好有特色啊 Don't puke here 别吐这儿 好舒服 是刚喷的鸡吗 我们是属于上海喝早酒的人 6点半又来了 他们跟我们说 过两个半小时9点钟再来 他们今晚有个DJ联名的活动 我偏不我 现在就得喝 这边整体的酒的价格 都不是很贵 喝一些简单的cocktail的话 就是58块 其实他们有一些酒的名字 都很有趣 有一杯酒 我真的很想点 my tinder crush 但是我们今天主题的限制 只能点一个他们这 最便宜的moss home meal 不过也挺有说法的 因为听说他们这边的老板 是俄罗斯人 所以我就点一个这个 结果杯子特别的可爱 花90年糖瓷杯 加上零几年的梗 这需要我怎么点评吗 这是一杯正常的moss home meal的感觉 而且还挺淡的 真的很淡 好吧 我觉得这边应该只是适合 9点10点之后出来party 是比较有性价比的party之选 但我们这个时间来就是不太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 我觉得气氛特别好的 可以在弹幕上说一下 而且我发现这边的人都非常的吵 我的风湿要散 我也是 我感觉我的膝盖都痛了 我觉得来这边的话 你不要特别说酒有多好喝 或者觉得他们的服务有多好 因为这边没有服务可言 zero 如果氛围好气氛热闹 大家能嗨起来的话 来这边喝酒都很不错 这条路上不算太贵 但说实话 Moss home meal要喝48块钱 也不算特别便宜 可能我们没有看到它最好的时候 这家店你打几分 1点5分 我刚想说2点5分没想到 你以为我还狠 其实今天喝这一家 我们全程的关注点都在 叫帅 到底帅的是谁 是今天不在吗 还是我的审美跟常人不一样 我的审美确实跟常人不一样 你喜欢哪一种 日式颓废帅哥 小甜气让松田龙瓶那个类型 那你来错地方了 对我也说我来错地方了 不然我在美国那么多年 我怎么就没有背得过一些白人帅哥 就是这个原因 刚才家是13块 这一家是48块 我们目前一共花了61块 40块钱能喝到威士忌吗 我这边决定临时加一个规则 因为实在是喝基础的酒款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一会儿我们真的喝超了的话 超了多少钱就送几个大会员 喝同里 我觉得可以 天哪 我终于可以好好喝酒了 OK 那我去下一家 下一家其实是我今天晚上最期待的 真的吗 喝威士忌的地方 不是你强烈推荐的吗 不是你强烈推荐的吗 我这天哪 我走吧 好的 我们现在转换阵地 我们来到的就是大学路附近 大学路 大学路 这边附近有很多的大学 是不是同济和复旦都在附近 还有财大 还有财大 真的是一个非常青春洋溢的地方 这边真的太年轻了 我不行 然后这边附近也有非常多的酒吧 而且性价比很高 我们一会要去的就是 据说喝威士忌的 但是性价比很高的地方 你现在喝到几分了 一到十分 十分 你喝越清醒了 我也觉得刚刚那家酒吧 给我喝清醒了 好吧 我们现在去努力喝一喝 OK 那我们现在到了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家 TAC 这家店其实是藏在一个 日料店的二楼的里面 但是它外面有个很明显的标识 就是这个 用响的酒瓶做的灯 真的很好看 我甚至想敲一个响的酒瓶 自己做一下 可以说他们敲了大概四五个 才敲成功 这个成本有点高了吧 那我们就上去吧 穿过二楼的一扇暗门 里面真的别有洞天 抬头是满排的牵纸贺 引引进门 眼前是满满当当的酒价 和威士忌 舒适高级 但完全不会让人感觉有距离感 有种莫名的松弛 我们现在先坐下来的 然后一坐下来 就是浩浩荡荡的四个菜单 这个是他们商鸟店的菜单 饿饿的话酒吧也可以点 然后一本是清酒单 然后这本是鸡尾酒单 还是三本合定的 有signature的 有经典的 还有可以自选鸡酒的 然后最后就是一整本 威士忌酒单 这边的威士忌真的不贵 淡费卖的威士忌非常多 而且价格真的超难打 基本上没见过比这个还低的 就是一些常见的基础款的 都是50块钱 于是呢 我当然还是就点了个50块钱的基础款 水果糖清甜挂的艾伦十年 到这里呢 我也正式超了预算 今晚总计 111这么一个lonely的数字 早知道我们今天就来这边喝两杯威士忌就好了 就100块钱 两个威士忌再加一个花银酒 然后在家我送一个笑 哇 哎 老板 老板这么说了 哦 开心 快乐 Cheers 啊 Cheers 出男生出来的说 Cheers 哇 这是我们的欢迎酒 谢谢 好的 干杯 谢谢 哦 很奶很香 柠檬奶糖 泰式香料的风味 嗯 哦 就我之前一直很推荐他们店那个东英宫的鸡尾酒 哦 有东英宫的鸡尾酒吗 对 就再拿一下酒单 哦 好想喝 今天这个已经开到结尾了吧 就已经印证了100块 也可以喝好多杯 但是具体能喝的多开心呢 就见仁见智 我的话可能还是喝个东英宫会更开心一点 那我喝一下 自制泰式郎母酒椰子菠萝咖喱粉 哦 这边鸡尾酒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 88块 哇 没想完全违背这期视频的初衷了 哇 它那个咖喱奶香真的好明确啊 它前面是咖喱奶香 最后那种东英宫里面非常高的酸度又会出来 就是一种清爽的海鲜汤的酸度 这个就是真的非常适合配个吃的东西 哦 他们这边烧鸟鸟鸟鸟鸟胸超好吃的 真的吗 老板很有商业头脑 所以事实证明 在上海想喝的开心 其实你可以能花很低的价格买 但是想喝的有品质 喝的好的话 真的难要找 像这边就能喝的比较开心 是我找到的 对对对 真的真的真的 我发现大水路这边真的有很多很神奇的店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大水路附近的店的推荐的话 也可以跟我说一下 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弹幕上会说不如自己在家开酒 但我觉得酒吧存在的意义 真的就是它是在家和工作的地方以外的第三空间 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情绪价值 如果能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喝到一杯价格非常合理的威士忌 我就真的很棒 那你现在喝到几分了呢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一直喝下去 OK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们今天的100块喝酒计划可以说是大事吧 因为我发现在上海100块可以喝 你要不就是真的去喝非常便宜的 你要真是愣去什么海润西啊 真能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但是如果想喝的稍微能体验感 像我们今天这样喝不同的酒种的话 一是看时间看运气 二是也看你跟那家店的气场合不合 等一下我们今天一共花了111块钱 这么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那必须今天把它喝到888 OK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们下回见 拜拜 那那个多出来的11块是要抽11个大会员吗 对之后会抽的 大家监督我我之后会抽的 大家一定要关注留言